大家好,我是马克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语音规则的第七讲 半原音 那半原音的话其实就是几个原音 我们在发音的时候的话 把这个音发的更短一些了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一个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要学习的三个半原音 首先第一个的话 这个半原音是来源于我们的原音一 它发的时候发的一半 我们在刚要发出来一这个音的时候 突然停止了 发的时候是 那下面这个对应的是 我们的原音 那最后一个原音 半原音对应的是 我们的原音 我们非常的明显感觉出来 我们刚要发出来这个原音的时候 突然停止了 这种的话我们就这三个音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半原音 那我们会先学习一下它们的概况 另外的话就是读音规则 最后的话是拼读练习 还有总结的一些一错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半原音的学习 首先呀我们需要先来区分几个概念 原音就是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声带震动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原音基本上我们已经全部学习完了 气流在通过口腔的时候 不受任何其他发音器官的阻碍 或者这种因素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原音 比如说 A A A 这种音发出来的非常的干脆 我们都称之为原音 那辅音的话 在发音的时候 我们有声带震动 轻辅音和左辅音的区别 比如说 B 轻辅音 左辅音 那气流通过口腔的时候 会受到其他发音器官的阻碍 这种因素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辅音因素了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半原音 大家注意半原音的话 也叫半辅音 因此我们在法语当中的话 是把它归为辅音的 我们需要注意 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到后面的一个左话 大家注意半原音属于辅音因素 那有原音的发音特点 但是却作为辅音的功能去使用的因素了 比如说 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个的话来源于我们的原音 那这个音的话来源于我们的原音 这个音来源于我们的原音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个半原音 它们的发音规则 其中最复杂的就是这个发音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则 首先第一个规则是字母1 或者说是字母1个hack 这两个字母在单词里面 本身都发的是1的音 1 那他们在原音前的时候 也就是说呀 这个原音字母 他们的后面又跟了一个原音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原音发的快一些 半原音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词 这个1的后面就跟了一个原音吧 这个r是属于在b音节里面 我们要发的是a的音 所以它在读的时候是读miel 我们会把这个e和i直接拼起来 大家就千万不要再读i了 点起来miel 是蜂蜜的意思 蜂蜜 那下面这个单词我们看 这个后嘴咱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老师之前强调过 第一遇到另外一个原音的时候 t要发4的音 那这个i的话 其实发的就是半原音 i了 后面跟on 所以这个后嘴的话 我们读sion sion nation nation nation是国际的意思 nation 那我们之前还学习过 比如说这个词 形容词 nationale nationale 在这儿这个on就不能再发鼻音了 我们上一节课学习过 鼻音的后面是不可能再出现原音字母的 出现的时候原音破坏 所以这个单词的话 这个字母 o fa o ne ho appin nationale nation nationale 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下面这儿的话是两只眼睛了 眼睛 复数的 我们注意这个一个hack在这儿就发的是y的音 后面这个o语属于开音节 我们发的是o这个音 所以连起来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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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 眼睛的话 这是一个复数的 前面通常会有一个贯词 是le 所以这个词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需要连诵的 在读的时候读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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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le le me 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眼睛 re gard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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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一下 那下面这个单词的话 我们看 这个i 后面跟着a 所以读 ya ya 也和a 拼起来 ya o u t ya 欧语发u ya o u t ya o t ya o u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单词 这个字母 对在词末时发音 老师标出来了 大家也记一下 ya yawth是酸奶的意思 yawth 那这是第一个规则 字母1 以及一个hack 在原音的前面 也就是后面跟原音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原音发的快一些 然后再往下 我们看第二个规则 字母组合 el 它们在词末 并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是前面是原音 也就是说在原音的后边 这时候我们会把el 发 y的音 那比如说这个单词 他发a 水语读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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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蒜的意思 我们吃的那个大蒜了 a a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我们之前学习过 他发的是 e e 就是那种往外吐的那个音呢 e 谁连起来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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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很奇怪 它是这个e 这个音的 这个单词的单数形式了 它是指一只眼睛的意思 一只眼睛 两只眼睛的话是e 所以我们看这个两个词 很奇怪 它的附属并没有直接加s了 而是完全换了一个单词 那下面这我们看 这个词的话 发a a 那后面el 再词末 发e 所以连起来 这有一个辅音群 大家需要注意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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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h 就直接和a 拼起来了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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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t vai t vai t vai 是工作的意思 t vai 工作 然后这个规则的话 大家需要注意 满足两个条件 el 在字幕 并且前面是一个原音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规则 字幕组合 el l 后面跟着是两个l 他们在原音后边的时候 也就是前面是一个原音的时候 我们会读 e 那比如说这个单词 他没有在词末 无所谓 是不是在词末了 在任何地方 只要前面是一个原音的时候 我们都会读 e 那比如说这个单词读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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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是尺寸的意思 尺寸大小 dai 下面这个我们看 欧语原音的 e r r的话在这发的是 a的音 多音节词末了 所以我们读 m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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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淋湿了 下雨 比如说淋湿了 打湿了 muji 大家注意一下 dai muji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规则 字幕组合 ell 在辅音后的话 我们读 e e e 有一个 e 有一个 e 两个音速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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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 他们在辅音的后面 我们就读 e 那比如说这个单词 前面是一个辅音 所以我们读 fam和e 就拼起来了 前面这个e就拼起来了 所以读 fami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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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家庭的意思 比较重要的一个词了 家庭 familj 然后下面这个 s和e 拼起来 s jaj s jaj 这个字母 z的话 在这发的是 z的音在 额前面 s jaj s jaj s jaj 是一个名词 轨迹的意思 s jaj 行迹 轨迹 然后下面这两个字 老师单独列出来了 大家可以补充上去 它是比较特别的两个名词了 在这的话 我们并不读v 也不读mij 而是读il 大家注意il 比如说这个单词读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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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城市的意思 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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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千的意思 一千 mil vil mil 我们看它跟这个规则是符合的 但是这两个单词 它是读il的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非常重要的两个词 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还是读i一些的 只有这两个词比较特别 我们去单独记一下就行了 也是比较常见的两个词了 然后最后一个规则 我们看字母1 字母1 在辅音群 也就是辅音群 就是前面是一个p 和 这种两个辅音字母一起的 和原音之间 后面再跟的是一个原音的时候 我们就会读i i i 那比如说这个单词 我们看 前面的话是一个辅音群 后面er h是一个原音 a 读音节词 反a的经 所以它读 prii prii 前面这个e就和和拼起来了 hi i 后面这个i和a拼起来 p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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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祈祷的意思 祷告 prii 然后下面这个我们读 trii i和a拼起来 p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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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形容词可分类的 比如说垃圾分类了 prii prii 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读prii 没法读了就 大家注意i 两个音 那这是i的发音规则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 把这几个单词来拼读一下 一句 miel miel nation nation je je jaourt jaourt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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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age tage dage muj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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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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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yage siyage v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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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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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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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able priable 那这是 i的发音规则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儿拼读练习 还是i了和这几个圆经拼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啊 这个i的话后面跟着圆经 所以要发i的经 所以我们读 diable diable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a i l 在此末 发i的经 所以我们读 travage travage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儿 这个er r在词末发的是a的经 所以它读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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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的话读 bj 这个发a的经 bj bj 然后再往下下面这个单词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了 一个hack前后都是原音字母的时候 拆成两个字母 i 所以我们写出来 可以这样来写一下啊 r跟e发的是a的经 所以读le le 后面这个发半原音 i和a拼起来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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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单词 字母o 发o的经 so le 这个o属于在b音节了 因为后面是一个y 半原音 辅音了 所以在b音节 so le so le 然后再往下 我们看下面这个 这个字母o属于在 字音前 所以我们要发的是o的经 所以读muse muse muse 然后下面这个e 发e的经 半原音 e了 mi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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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这个发o啊 在词末 开音节 biu 然后两个o bio loji bioloji biu bioloji 注意o跟o的区别 然后最后一个 o语发 o的经 随意读 miu miu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注意o发的是a的经 mejure mejure 比较特别了 mejure pio 这儿的话是不用左话了 因为后面是一个半原音机了 pio pio 开音节 e的经 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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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读音练习还是比较难的 大家下去了以后 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 练习一下 然后再往下 我们看第二个原音 ju 这个音呢 它是来源于我们的音速 ju ju 它的发音规则就比较简单了 字母 ju了 通常情况下发的是ju的音 但是在原音前的时候呀 我们发的是半原音 ju 发快一些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个单词 后面就是一个原音 所以我们读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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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单独先发一下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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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中读人称代词 他的意思 难他了 他 那下面这个我们看 这个lui的话 后面也是跟的是原音 a了 所以读 nuage 这个字母发 j的音 n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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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age是云彩的意思 云了 云彩 nuage 这个规则非常的简单 大家就记住 它在原音前面的时候 我们发快一些就可以了 我们来做一个拼读练习 第一个词我们刚刚读过了 nuage 下面这个我们看 mueble mueble ya ya mueble 下面这个的话 后面跟j 大家注意 uil 然后下面这个 pui 两个s发四的音 a n的发 en 连起来 pui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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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l puisant 然后下面这个我们看 r发的是a的音 词末 sui sui 然后下面这个 sued 这个发a sued mue mue a u mue 然后下面这个 o在两个相同的 辅语字母前 a m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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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下o 那我们读 fluo fluo 那才开音节了 发o的音 那才词中 发o fluo fluo 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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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e 两个都是o了 词中 duo bole duo bole 然后下面这个词 非常不好读 字母x 注意发的是 ks ks 所以我们读 lü ks sue sue 它是开音节了 s直接和 u就拼起来了 板元经 luxue luxue 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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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这个 luxue sue luxue 这个发字经 o语在字经前 要发的是 r这个经 lu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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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把这几个词 再来读一下 luxue sue luxue luxue sue luxue 大家注意一下 j这个发音 然后最后一个因素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v这个发音 它是对应的我们原音 u了 我们看它的规则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的 字母组和 ou 本身发u的音 它在原音前的时候 也都是发半原音 v v 那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读 v v v和e 拼起来了 v v是法语当中的 是的意思 是 那 不是的话 否定的时候 就会用 non on none v none 是 还是不是 v 然后下面这个 我们看 ou v 还是在 后面跟着是 圆巾 半圆巾的 所以读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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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名词 海关的意思 done 然后再往下 我们看下面这 字母组合 o e 的话 这个字母组合 非常常见 大家注意 它读v 不要读o 一些 v 那第一个词 我们读sua sua sua sua也是一个中读 人称代词 是指自己的意思 自己 它是一个泛者的中读 人称代词 我们到后面会学习到sua 下面这个 o e 发v s 在两个原因字母中间 注意发z的心 n r 语 发o 的心 所以我们读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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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鸟 小鸟 鸟类 v v 然后最后一个柜子 我们看 o e n 的话 我们加一个n 我们就发成鼻音n了 所以读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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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 vv 那第一个词 大家注意这儿是不用左话的啊 因为它是一个半圆经的 我们读v v v 大家千万不要读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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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 我们来把这几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拼读练习 V和这个A这些拼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欧一发V 所以读V和V拼起来 V是看的意思 看什么东西 下面这个字母一个hack变成两个字母 欧一发V 所以读花 后面这个发半圆音音 下面这个我们看 欧一发V和E拼起来 V 然后这个单词的话 大家注意是一个人名了 人名S的话 有时候我们法国传统的名字 S是不发音的 但这个性在国外 其他国家也经常会用 所以我们读Lui 法语的话是读Lui 可能有时候会读Luis S也发音 这个我们不用纠结 根据各国的这个情况来定 谐音过来就可以了 Lui 然后再往下 我们看下面这个 ER的话 E属于读Jui Jui 那ERD在词母发E属于读Jui Jui 下面这个A V V 欧语U 在这发的是半圆音 V 那后面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它读Est Est比较特别了 这个单词 T也发音 我们读West West 字母D也发音 大家注意西边的意思 西边东南西北的西了 West 然后最后一个 Ju 这个在Z音前 所以发的是E的音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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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非常难听的一个音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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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节 发E的音 B B 大家注意一下 那这是我们的三个半圆音 那规则其实不难 E这个稍微的多一些 其他的都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注意 其实你在真正发半圆音的时候 你说老师我按照 想不起来半圆音 我按照圆音去发可以吗 其实也差不多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单词 本身发U的音 我们学习的圆音U 那U和E拼起来 V 你也是会拼成V的 是吧 其实我们 从发音这个感觉上面来说的话 半圆音后面遇到圆音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发那么快了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的短一些了 所以这个其实按照圆音这样去理解也可以啊 但是注意它在发音的时候是属于辅音因素 那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总结了几个比较常出现错误的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所有的半圆音均属辅音 请注意不用左话 比如说这个单词 A在这发的是A的音了 不发音 这个单词读 很多人会读 是错的 脚 脚啦 脚 那这个单词 很多人读 大家注意 它是读 欧一发哇 半圆音 大家注意 连起来 注意一下 然后再往下 我们注意 ELL这个字母组合 它的话 总结了一下 在圆音后面的话 我们发的是 ELL的字母组合 比如说 如果在辅音后的话 读ELL多出来的一个原音 ELL的字母组合 是女孩的意思 家庭 那在一些特殊的单词里面的话 我们读ELL 接下来两个单词 Ville Mille 城市和签 Ville Mille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经常会出现错误的 然后还有一个 注意OEN组合 那欧一 我们读 哇 不说 不做话 moi pua moi是我的意思 pua是你了 大家注意 不用做话 那OEN读 van puan 乱 也不用做话的 puan 乱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到后面经常会出错的 好了 这是半原音的几个读音规则 三个读音规则比较简单的 大家下去了以后的话 可以做一下 拼读的练习 跟读一下 截止目前的话 我们35个因素已经全部学习完了 那大家在这个阶段的话 是不可能直接做到 所有的单词都会拼读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 尽力的去记这些读音规则 把常出现 老师强调过 常出现错误的一些地方去总结一下 后面我们开始课文学习以后的话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前面还是在练习语音发音的事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这是我们这一课的内容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随时欢迎和马克老师来谈讨 谢谢 但是对你们的观音来说 Nathan 转